好了 少刷点 我来刷一下 咱们就简单点吧 行 可以 刚才比如说 谈到你和我们女儿这 当她的优点干什么 那你感觉她 她的缺点有什么 懒 对身体不太好这件事 她身上有一些细微的毛病 就是因为懒造成的 所以我就想 以后我去健身房的时候 尽量能多拖着她 就拖着她 我想问一下 在你心目中感觉 你有哪些方面 能够吸引到她呢 我感觉 她会觉得我好 是因为 我会认真记住 她所喜欢的事情 她喜欢吃什么 她想要什么东西 可能说是一个化妆品啊 可能是我都会记住 然后她说她最近想 想吃一道什么样的菜 我会特意去学 然后 我觉得 我比较吸引她的 就是这个 没有 我怎么感觉好像 我还是这点 都是些没出息 你要不然吃 要不然就是化妆 我总结她的点呢 就是 我会喜欢她的是 她吸引到我的 她的体贴和她的细心 我再问她 我给你翻译过来吗 你人家紧紧张张的 没有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她的意思 和你的意思不一样的 我想听她讲 我们说这个职业的性质吧 那两个人分开时间太长呢 可能会有问题 那这次你是怎么考虑呢 就是 这个事也是难以避免的 好的一点是 我们俩能互相理解 本身我们俩也都做演员的嘛 也都很明白 就是做演员每天面对的 各种各式各样的诱惑是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俩 有一个小的方法 我就不加女演员微信了 要从根源上避免 我们俩之间 除了正在工作的时候 其他的时间 我们都一直在联系 之前没必要搞什么累 但是习惯了 就是我们就是觉得 这有必要 叔叔 因为我们毕竟是做这一行 这样做的话 也会给对方 安全感 一种安全感